受惠一條鐵路線已經非常感恩 如果在九龍同時受惠兩條鐵路伸延線的物業 真是一盤難求 位於紅磡崇安街23號的環海東岸 比倫黃埔站快將啟用的沙中市碼頭為站 屋苑單位合共108戶 面積由194至385呎左右 主達一房單位 有小部分兩房單位 是上車人士的首選 說到紅磡土瓜環區真是甚麼都有 大型街市有兩個 分別在土瓜環落山道和家圍村對面 監察喜歡下廚的住戶 又或者去到黃埔 shopping買東西選擇眾多 而黃埔出名多日式食肆和餐廳 當然有一間在附近 屋苑雖然是傳統雙住混合區 但亦都有不少公園讓大家休息 好像有海深公園 就可以給住戶對著海景看日落 環境優美 自從港鐵黃埔延線開通之後 便利在那區的住戶 去港島或者東九龍也方便快捷 而這區的巴士 紅綠小巴路線也有很多 無論去哪裡都有很多選擇 而將來沙中線通過車 交通配套真是其他區難求 環海東岸屬於35小學校網 主要涵蓋何文田、土瓜環 而中學校網屬於九龍城區 例如有香港培政中學、不稅南書院、 那沙書院、協恩中學等等 很多家長都會跨區報道 想知更多屋遠詳情? 馬上聯絡以下分行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